一点十七分 中午的十二点十七分 我是你的和朋友杨洁在空中 背叛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呢 一开始为什么杨洁要放几条鸡 因为这条鸡代表很多 我们如相朋友 非常辛苦在家庭 付出了一个情形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杨洁要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的议题 跟我们的女性朋友 真的是息息相关 我们来邀请到的是 我们今天好朋友 先跟大家见面 我们先邀请 我们的软粽和医疗社团法人 软粽和医院癌症中心的主任 施生梁施医师 来到杨洁节节目 哈啰 施医师 你好 杨洁 杨洁 你好 是 OK 当然这个 今天我讲的议题 跟我们的乳癌防治 是有相关的 那当然乳癌是 现在女性朋友 她算女性的癌症算第一吗 是吗 发生率在台湾是 第二位 然后死亡率是第四位 死亡率是第四位 那在女性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发生率 刚才讲是男女的话 那我们女生是第一位 女性的部分 如果是第二位 是第一 那我想问一下施医师就是 其实乳癌的部分 我们听众朋友应该 非常的好奇 到底乳癌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有没有办法自己自行的检查出来呢 医师 好 我们乳癌症状 其实我们在讲乳癌 其实是诊断后叫乳癌 其实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和社群网络的大家 网友 你如果说自己女性 或是说你的太太 或是你的乳朋友 你的乳房 他们的乳房 如果有摸到硬块 是不会痛的 基本上就是个警讯 那当然如果说 如果说让领头有出血 还是说领头有湿症的表现 就是会湿疹的 湿疹 就是说像皮肤的湿疹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状 跟皮肤不一样 就是一般的皮肤湿疹不一样 就是它不太会痒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们拿油膏也没不好 不论如何麻烦 来给我们证断 所以你如果说 我们乳房有异常 很简单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会痛的蜂蜂 会比较快 如果会痛的蜂蜂 就会硬硬的 我快来看 我们就比如说 肥的狗 不怕人 肥的狗 肥的生态 肥的狗 所以反而是 它不会痛绝的 反而是更需要 我们注意的警讯的地方 對對對 其實我們 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面對那麼多人 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最重要的是 聽眾朋友還是社群網友 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是 未經來後的一禮拜 麻煩你生日時 一定要把你的靈子好好摸一下 注意一下 其實大家都很忙 包括我們男朋友一樣 生日時也是 比較隨便 對 還剪菜 你如果說比較忙 比較忙 也可能不會注意自己的部位 所以麻煩 女性的朋友 務必 在洗澡的時候 怎麼趕 怎麼匆忙 但是麻煩剛好想一想 月經已經來洗了差不多一禮拜 衛生棉不要再用 不會再用的時候 大概就是你洗澡 好好去關愛一下 你的乳房的時間點 是 所以剛剛師醫師的重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的乳房 你有摸到硬塊 可是它不會痛的話 這個真的是非常危險 一定要去做檢查 再來就是如果有濕疹 那這個濕疹 這個濕疹和平常是 我們的皮膚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就是這個濕疹是不會瘦 那可是它就是會讓你有點濕濕的 那有顆粒狀 這時候一定要請醫師來看一下 不要輕忽了這樣子的症狀 那再來就是 醫生剛剛有說 如果女性朋友 我們的每個月的月經來了之後 過一個禮拜嘛 對不對 就是你不需要再使用到 衛生棉的時候 我們在沐浴的時候 要稍微檢查一下 是 要愛護一下我們的乳房 是 這是順便做一下檢查 應該的 這是本來的應該的 那如果事開始是說 你們已經是更年期沒有月經的話 是 那麻煩就是說 你就選定 比如說 今天是八月初 每個農曆的初一 你就洗澡的時候好好摸一下 就一個月至少一次 對 對 其實自我檢查 還是有它的功效 雖然 大概在十年前 美國他們有做一個大規模的 臨床試驗統計 它是針對中國大陸上海 一個職工婦女職業公會 數萬人的研究 它有兩個議題 一個就是 自我檢查到底有沒有效 第二就是說 更年期後 婦女用荷爾蒙有沒有危險 那其實更年期後 婦女使用荷爾蒙的補充 那一次臨床試驗 就提早中斷了 就是因為有風險 那第二就是 因為他們用了三年 所以基本上已經算是很 長期使用的一個定義了 那第二就是 自我檢查 並不會 並不會 讓乳癌的這個 檢測率會發現 會提早 這是以中國大陸 但是我會強調就是說 畢竟身體是自己的 還是希望你們自己去注意 那你們說你都不會摸 那我常常又反駁一句話說 那請問你們的臉 每天都要卸妝 那你都每天照著鏡子 會不會你不知不覺都會知道說 今天的臉哪裡有斑 哪裡毛孔出了 哪裡有黑點 或哪裡有紅斑 這個就是因為是你 有注意 熟悉了 所以你有注意到 所以我們的乳房 一個月才一次不用像臉 每天都要自己去卸妝後去注意 所以其實用這個概念 我相信每一位婦女 都可以好好的 做一個月一次的自我檢查 OK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了 我們現在有在推這個 乳癌的攝影的檢查 對不對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這是健康 來推薦的一個健康 試來篩檢 那我覺得女性朋友 可以多多 也可以把握機會 那但是她有年齡的限制 帶有一個規範 大家可以多注意 那當然這個乳癌的部分 為什麼會得乳癌 這就跟我們今天想要談的議題 是很有關係 因為剛剛我們的施醫師 很辛苦的是 他才剛下刀 你在早上有一位我們的患者 也是乳癌的患者 而且剛剛楊姐跟施醫師說 那這患者目前的一個年齡狀況 到底分布是怎樣呢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的朋友 有關於這一點 這個也就是我今天上節目的原因 那我們高雄市衛生局 那個就是健康管理科 癌症防治組 就是跟我聯絡 希望我能夠上櫃電台 能夠宣導乳癌的防治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也講過 其實台灣每年 新診斷的乳癌案例 有一萬多例 一萬幾個人 所以其實是很多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如何能夠 在沒有辦法 預防乳癌的發生情形下 能夠做到 及早發現 及早診斷 那及早發現 就是剛剛講的 主觀上 請每位婦女朋友 在MC後一個禮拜 自己把它做自我檢查 如果有任何疑問 就是回到及早診斷 那及早診斷 就是我們來診斷了 那另外一個剛剛講 客觀的及早發現 就是我們衛生福利部 國健署 有針對45歲以上的女性 做兩年一次的乳房攝影 那這個是用X光的原理 去偵測乳房裡面 那當然如果是媽媽 或姐妹 對 外祖母 有乳癌的 這個叫做二親等以內 有乳癌的高危險群 可以提早到 40歲開始篩健 那你們可能不知道說 到底司醫師 你講的是 10歲還是虛歲 這麼簡單 今年是100%6年 今年第一次檢查的是 45歲是61年次 61年次 那很簡單嘛 那提早5年 那今年就是高危險群的 是66年次的 喔 現在到的 過了 過了 過三個月就是 100%7年了 所以 聽眾朋友 你如果是 62年次的 每年 就可以開始檢查 那如果 我剛才說的 媽媽 姐妹 還是祖母 祖母 是到底怎麼發生的 基本上 我們 沒有到10% 是後天的遺傳因素 先天的遺傳因素 他們去的 就是剛才在說的 家族裡面有乳癌 其實我們不只是要去調查乳癌 還要去調查卵巢癌 子宮滅膜癌 如果有這樣的家族史 其實我們就強烈懷疑 是不是帶有突變基因 那其實在 美國 白種人的社會種族裡面 這種情形 比例比較高 在台灣 我們台灣地區 不正式的統計 差不多不到10% 所以我剛才說 像高雄以上 都是後天的 因素作成的 什麼叫後天 基本上 大家知道 你的生活型態 生活型態 生活型態 是說 你的吃飾 你的作息 你的工作 你的所處的環境 這都是導致 我們現在的冷暗 增加的原因 所以高雄的冷暗 都是他們的因素來的 其實不然 我們男人 我們男人 你去看 我們國家的統計 我們男生 社會性的 你讓所有人的冷暗 越來越多 這都是參 好多夢的關係 這一個是男人 好多夢的 好多夢 好多夢 是這樣的 是 所以 剛剛我們的施醫師 有談到 後天的 後天的影響 其實是更大的 是 先天當然有 不過後天 大家在生活的作息的部分 飲食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 我們的 致癌因子的 一個暴露的部分 其實都是有關係 所以 我們 好好的去做一個規範 那好後 比如說 我們有些 剛剛 我們師医師說到了 直系血清 二等清 有乳癌的 或者是剛剛您講的 有卵巢癌 子宮內沒有癌 等等 就是腹癌的部分 我們都要特別的 小心自己的部分 那當然了 我覺得 有一個部分 可能我們聽眾朋友 有一些迷思 就是說 為什麼會得到乳癌 那今天這個乳癌 跟我們的 乳房的一個 狀況有關係嗎 比如說我今天 有的 可能乳房 稍大 有的比較 沒那麼大 這個大小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相信很多聽眾朋友 也許有這樣子的疑問 那會不會遺傳 嗯哼 是 這個也是常常 我在臨床上 被問到的問題 是 基本上 我們台灣 台灣地区 我們 流行的 年齡 大歲 寒冷暗的機會 是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但是 我們要了解 我們剛才說的 今年萬幾個 新的 冷暗的 病人 其實裡面 差不多 最多的就是 40到49的族群 第二個就是 50到59的族群 是 那 比較特別的是 喔 國外是50到59族群最多 40到49居次 可是 台灣 30到39的 異常的多 跟國外比 是 目前我們在專業的學會裡面 跟研究 目前並不知道 為什麼台灣 會有這麼年輕的婦女的比例 罹患乳癌 來出現 那 大家 社群網絡的網友 以及 聽眾 或許很容易就理解 為什麼身邊 會聽到有很年輕的 女性朋友 罹患乳癌 那現在並不知道 但是 我們簡單的講 我們乳房的構造 是 就是 腺體跟乳管 以及它周圍的 支持的一個 結地 組織的一個成分 所組成的一個器官 那我們乳房這個器官 當初 我們相對 我們這個 老天爺的造物主 是要怎麼 需要一個 這就是要 我們叫做 生育養育下一代 OK 有生有養 那 當開始出生的時候 我們乳房是拿來補乳的 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 引到 為什麼剛剛聖傑在問的 就是說 我們乳癌 為什麼會年輕化 是 我強烈的懷疑 跟我們的這個 目前 出金來得早 OK 停金停得晚 是 還有 沒有生育 或者是太晚生育有關 是 那或許你們還是聽不懂 這跟其中的奧妙 是 主要就是因為 女性同胞 你們每個月 大部分都有 月經週期 但是您知道嗎 月經週期 從排卵到月經來前 那兩個禮拜 是 我們 卵巢的 排卵後的濾炮 分泌你們最需要的 女性荷爾蒙 去支應全身的這個所需 那 這個部分 如果 今天 我剛剛講的因素 如果說他出金來的不是提早 嗯 是正常的十四十五歲 是 頂多十三 我們講十二以前 就是提早 是 停經停的晚 就是我們講的五十六歲以後 面試還來 是 那還有就是未生育晚生育 你們可以去從這邊了解說 他一輩子當 他一生當中 嗯 嗯 他的月經週期會比 其他有生育的 或者是出金來的沒有那麼早 停經停的正常 或甚至更早的話 是 他的荷爾蒙曝露的年份 會比較長 嗯 那我們 有一個假說 就是說 我們的乳房的腺體 是 長期在一個 呃 長時間以及濃度高的這個 這個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的刺激情況下 是 容易產生病病 OK 所以是道理是這樣來的 當然我們乳癌不全然 是 都是荷爾蒙導致的 是 我們乳癌有分好幾個亞型 但是不可否認的 荷爾蒙型 大概就是我們講 荷爾蒙接受體為陽性的乳癌 佔了將近七成 是 所以其實 跟我剛剛講的 出金來得早 停經停的晚 衛生意 即有關係 是 還有剛剛提到的 嗯 嗯 過去 婦產科醫師 都會鼓勵更年期婦女 要防禁更年期障礙的症狀 或者是 甚至是抗衰老 在 呃 長期服用 女性荷爾蒙的補充 嗯 這個都是導致乳癌的原因 OK 所以也很有趣的就是說 嗯 從我剛剛講的那個 2005年的那個研究 是 報告出來以後 呃 呃 每家地區的婦產科醫師 嗯 不再請更年期婦女齁 定期的補充荷爾蒙 哦 很有趣的是一個現象 就過幾年後發現 50到59的婦女的乳癌罕率 發生率齁 就開始下降了 哦 就開始下降了 對 是 是 那我們台灣如果在一個年輕化居多 又40到49歲 是 排名第一的時候 那我們如何去防治呢 那其實基本上 嗯 就需要靠婦女你們自己 在國建局篩檢的年齡以前 嗯 就要開始及早 哦 自我覺醒 是 做定期的乳房檢查 是 OK好 因為錫鋼管還好 我們必須先進個廣告燈會呢 我們休息過後再跟我們的師醫師繼續聊 燈會馬上回來 2017年10月高雄市政府 與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 共同舉辦第三屆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哈馬新將轉變為生態交通示範區 打造生態智慧人本移居的模範社區 其間將有40名國際城市首長 及全球700名各地方政府代表來臺交流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觀各項低碳運聚 及綠建築展 還有為期一個月 各式精彩的文化表演活動哦 天氣溜了 我們在吃什麼 肥膏又不好 因為那些人絕對肥膏不好 吃都吃不下去 所以大董特別嚇你去幫你推薦 我們有經濟檢驗 經濟認證的台灣浪漫 大董經常在補給吃台灣浪漫 我們台灣浪漫 不但裡面有膠質有蛋白質 這個夏天你可以清噸一下 什麼電鍋都不可以 它都給你配好 你水放下去而已 你電鍋吃一下 你就可以吃 還不用加心的東西都不用 很方便 老夫老妻 擔心的中部 家裡沒有照顧 你自己倒在電鍋裡面吃一下 你可以吃到清噸的台灣浪漫 大董一切幫你補賬 我們台灣浪漫最初補 夏天叫做熱補 所以你已經卡定的卡 空白空空百九三百九三 空白空空百九三百九三 會記得稍後 你說大董的推薦我吃這個台灣浪漫 外交部指定廠商全台專業附駕 商務接送旅遊接駁專業包車 就選全球租車公司 叫車禮車休旅車大巴中巴小巴 只要你想得到的車種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 客製化的服務貼近您的生活 台灣精彩之旅就從全球開始 全球租車公司服務電話 零七八一三三四零二 八一三三四零二 來喲來喲來喲 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您若是剛才有什麼困難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自己每一天的好年頭 也是我們每一天收拾的公頂 在我們要睡前 念福祉文 福祉我們自己的萬親責助 讓我們的祖先 我們自己的心來會更平靜 身體會更健康 若有需要這項會更健康 我們可以免費給你更健康 空氣三三五 數二三三 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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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到最高點 心裡 九月十二號起 每週一到週五 中到西亞十一點到十二點 阿倫和你在快樂聯播網 一起 樂到最高點 真心關懷 迎接未來 快樂聯播網 給你政策武漢的快樂台灣 天啊 正好 現場的時間是十二點三十八分 中午的十二點三十八分 你所收聽還是快樂電台 FM九七點五的新聞 三上網來 這部我是楊潔 那今天我們把套鬼 來幫到我們的網路FB當中 有做我們的線上直播 歡迎聽眾朋友 一起來收聽 那這邊呢 楊潔跟大家來說一個訊息 這個是我們高雄市警局 要配合一百零六年 國家防災日 執行運用防空警報系統 來發布海嘯警報的釋放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要模擬 九月二十一號的九點四十五分 台灣東北部外海 有這個瑞士規模 七點八的一個地震 這個是模擬 就不是真的 那模擬的狀況就是說 有海嘯要來了 所以我們政府單位呢 要來先報 這個有海嘯的警報 所以呢 如果聽眾朋友 在當天的九點整 也就是明天 九月二十一號 明天的九點 早上九點 中共大家有聽到說 哇 怎麼會有一個警報聲 請大家不要緊張 這是我們政府做的 有一個李明的廣播系統 提醒大家說 附近有海嘯釋放啦 請大家不要驚慌 因為這是監護者的 一個釋放的一個動作 希望我們可以 讓聽眾朋友知道這個消息 所以明天再去高點 如果大家聽到警報聲的話 不用緊張 那人車也沒有做管制的 所以不用驚慌 這是一個監護者的消息 讓大家做一個報告 希望大家 如果明天早上九點 聽到這個警報 不要慌張 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 OK 來 我們回來 好問就是 我們的卵中和醫院癌症中心 施生良 施醫師 那當然 我們今天談到的這個議題 跟乳癌有關係 剛剛楊姐休息時間 在跟施醫師在聊 因為這個議題真的是很大 可以聊兩三個小時 可能沒問題 沒錯 所以要濃縮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這差不多 全部加起來 要半點鐘的時間 要全部講完 真的是有困難 不過還是要重點式的 跟大家做個說明跟報告 那我想問一下施醫師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自我篩檢的部分 自我檢查的部分 那當然政府有在推癌症的篩檢 對不對 這部分是不是修正行 給大家先說一下 剛剛我們說過 目前其實大家都知道 說 乳房的檢查 有超音波 也有乳房的X光攝影 但是現在是 這個國家 衛生署 衛生福利部 現在叫做衛生福利部 希望要有全國 都平均的品質 還可以大量去做 所以自民國 93年到95年 做過一次研究 所以結論就是說 做靈愛 對靈愛 這個X光檢查 是 對現在現實 是我們台灣的婦女 做乳癌篩檢 是最好的工夫 OK 雖然大家也知道 超音波也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正常人在做篩檢 是 做超音波 你如果做過的人知道 都是要醫生親自操作 是 操作的是 大家可能做的方向 還有用的機器 古的新的 好的 普通的 都有差別 但是 X光摄影 是在我們台灣目前 我們原子能 原子能委員會 跟衛生福利部 能夠去做穩定的QC 也就是品管的機器 所以目前現實是 是主要 對正常的服務 如果要做靈愛篩檢 做乳癌篩檢 是 乳房X光摄影 是唯一的工具 所以大家不可以去 為了 不要做過 我們聽人說 喔 那很痛 所以就怕到 不敢做 說到這個 我早點看問前 有一個 要來給我做檢查 但是他 本來就要做乳房X光摄影 我鼓勵他去做 我們的佛律師 鼓勵他先去做 做了回來 才要給我看 結果他就說 別人說很痛 他不敢做 他不敢做 結果呢 結果我是先給他看 做乳癌波 我把他 就在乳頭前 給大家說明 就跟他說明 我跟他說 好 不然這樣 你如果去做 如果會痛 我請你吃飯 好嗎 如果不痛 你就是 你給以前 給以前 某一個人 跟你說 去影響 所以 因為這樣 他去做 做了回來 他就在笑 其實真的不痛 我說 做X光摄影 要有一個 佩服 第一 更年期的婦女 因為沒有 讓人家戳 戳 會痛 所以其實 如果刷徑後的婦女 去做 乳行X光摄影 完全想 硬的是 稍痛一下 就像你 好像捏你的皮膚 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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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有 外境的婦女 比如說 台灣 45歲 40歲以上 要做乳行X光摄影 麻煩你 要等外境來 後 不要說 譬如說今天是 到了20 今天來 結果是 整幾天 你去做乳行X光摄影 因為 那時候 我們外境要來做的 一禮拜 是領要最重 最痛的事 所以 那次去做乳行X光摄影 你的印象會很壞 會影響你以後兩年 做一次的意願 因為會腫脹 會不舒服 所以我都說 如果有接到通知 那是說 剛好有來便宜的事 你如果免事是剛來後 你就可以做了 OK 那你如果說 剛好要來 做兩三天 那不要勉強 因為有的人的構成就是 如果很緊張 如果疼一次 一四人都沒辦法做了 這樣會影響你以後的 乳行篩檢的流程 所以我建議說 這兩個屁股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說 你們做這個 我剛才說過 45歲以上 兩年做一次 你就勇敢做 如果家祖裡面 我說的 媽媽 姊妹 外祖母 外祖母 什麼人有靈岩 所以你就可以拿著做 是 我想這樣兩年做一次 我們現在 台灣 由於我講的 民國九十三年 開始到現在 十幾年 我們真的 有發現很多 不要 等到說 我摸到流 摸到種流 來看 差不多都是第二季 那時候差不多都朝高雄 那時候的靈岩診斷都是 都是二期的 因為流大於兩公分以上 大概都是二三期的 你如果說 如同X光社員在定期做 基本上萬一發生的是 臨期一期 現在就能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還沒做 還會記得趕快做 要怎麼做 記得去哪裡做 嗯 第一 現在 衛生所都會 驅通知 剛才剛才說的 今年就是六十一年出 你如果接著通知 他通知 大頂頭都有 我們衛生局 會發的 清單裡面 是 因為 我剛才說過 X光社員這個儀器 要經過品館 保證 所以 這都有認證的 儀器的意願 他才會 這個 這個 名單裡面 那個衛生局的名單裡面 是 所以你就是看 哪裡你比較方便 所以 甚至有的便宜 晚上要有在做 甚至有的便宜 是拜託 有半日在做 所以都可以好好利用 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 說 我在上班 我沒有時間 這個理由 骨折 做乳 乳癌篩檢 其實 我們現在衛生局 有 包括我們 軟綜合醫院 都有給統領說希望 盡量便明 所以這個時段 非常的密集 如果真的不行 現在也有 篩檢車 有車 去到人長 里長 門口 辦叔叔 門口 甚至要做紙工具 抹片 大腸癌篩檢 吃粉 吃冰冷 還可以做口箱篩檢 試來篩檢 一次到位 所以 這裡方便的是 我們台灣已經做到 我相信全世界都沒有 像我們台灣做到那樣 所以 只怕你不來 今天就是你不來 OK 那有一個問題 我們問一下 試一試 如果篩檢 之後發現 不太正常 異常 當然人們都會緊張 是 感覺說 好像得到乳癌 我已經瀕臨要 不行了 只知道人們都會很失落 試一試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好 我自己說明就是 大家說明就是 我們報告出來之後 如果 警察統領都要你們處理 但是都沒有任為統領的事 沒有統領的統領的事 代表你沒有事情 這種報告 我們如果說 我們說明天好 明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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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篩檢的報告 就是說 乳房X光社員的報告 有一個全世界 通用的 報告的規格 它是 編號 0 1 2 3 4 5 這六個號碼 如果是正常的事 就是1和2 1叫做完全正常 2也是正常 但是它有發現一些良性的狀況 但是不是問題 不是問題 也不用追蹤 3就是跟2一樣 就是 是良性的發現 但是請你追蹤 那追蹤的話 一般 3個月或6個月不等 然後 依我們台灣的國情 第三類報告的結果 叫它要等3到6個月再追蹤 他們會害怕 所以基本上 第三類報告雖然 還沒有正式規定說要電話通知 但是接到通知的人 書面通知的人 可以 就是 立即 你去掛號給 我們乳房專科門診 去做 進一步的面對面說明 減少 就是減輕你的 當事人的疑惑 但是會通知回診的 而且有電話的 就是編號 0 4 5 為什麼是0 0有幾種狀況 第一個 就是 乳房X光攝影的 背景 叫 致密度 乳房的致密度偏高 這個致密度的 簡單說就是 我們的背景 OK 不像現在這個背景 那些背景 它是 其實我們X光攝影 要看的背景 是黑漆漆的 所以裡面 裡面 裡面有瘤 還是有蓋法點 都是背 但是這個背景 就是那些背 所以裡面的背景 是背景就看不見了 像這樣 我們台灣人 亞洲的婦女 因為 這個 乳房的 脂肪的比例偏低 所以 他會作成這種情形 這種情形 要怎麼處理 就是 通知 灰燼 做一個橋營鋪 來補這個 致密度的問題 對 狀況 這不算問題 所以 接著電話 通知說 你的報告是 編號0號 但是裡面是 致密度的狀況 麻煩不用緊張 這是請你回來 補作橋營鋪 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 真的